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非常地开心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跟我深有同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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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就要把话题来放在这个纪录片上了 刚才我们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花了很多的时间 跟大家聊了聊你个人的一些感受 你的一些生活 那我们再来说这部纪录片吧 这部纪录片呢 说实话 当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纪录片马上要推出的时候 我首先是被这个名字吸引了 留学梦8090在澳洲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留学梦的这个名字是很早就确定了 当时的话呢 我们是想做一个留学梦 中国留学人在澳洲 后来有人跟我提出来过 提出来过说 你们到底是要做什么样的留学生 我说我们当然做年轻一辈的 最近过来的这些人 他就说但是你们这个题目会让我们觉得是不是也想做二十年前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来到澳洲的这一批留学生 后来我们就想为了区别开来 为了界定清楚让大家更为集中吧 所以我们就想就干脆取个名字叫8090在澳洲了 所以留学梦8090在澳洲是这么来的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标题里面蕴含的故事 就是说我们想集中所表现的是80后 90后 这一代人在澳洲留学的经历 以及他们在实现自己留学梦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表现出来各种精彩封城的故事 我想这是我们的目的 其实关于中国留学生的话题的电视节目 纪录片也都挺多的 包括网络上也都能够搜索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我不知道何导你在创意和策划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一些新的点子 或者说我们从哪个角度入手呢 我想从纪录片的角度来讲 就是真实的记录 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些故事 我想到本身我们没有创意的 没有很多时候关于这个节目的创意 到时候现在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状况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我们不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意 我们只要忠实的去记录他们就OK 因为他们身上有着足够精彩的人生 以及精彩的留学生活 那也就是说呢 这部片子可以说是8090 这个留学生的一种真实生活的一个体现 当然 因为在应该说从中国留学生到国外来进行留学 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历程来讲 80后和90后 现在是我们留学生的主题 对 在之前可能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这些留学生毕竟是很少数的 那么这么大的留学大军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2011年 中国就向外面派出了35万留学生 在美国 所有的留学生当中 中国永远是第一的 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 我想在英国 在加拿大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所以说这么大的留学的这个群体 他们呈现出来多彩多样的这个生活 真实的生活 其实比影视剧精彩一万倍 那当然了 你一定相信 真实的生活是最精彩的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候 他们有那么精彩封城的这种表现和展示的话 我们只要记录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遵循的这个原则 就是说真实的表现他们 所以我想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一定是透过这个 我们整个20级这么一个留学生的纪录片的话 你一定可以看到 多彩多样的 这是我的要求就是 20级必须是全景式的 中国留学生在澳洲的生活的一个展现 相当的真实 推出来之后 不是说是澳洲留学生活的一个宣传片 吸引大家都来澳洲留学 不是这么回事的 而是告诉大家 特别是中国的观众 你要看到这部片子的话 你可以会想到 如果我的孩子出国留学的话 他可能会面对哪些的困难 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情景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变化 我想看了这一部纪录片之后 有一些中国的家长就会觉得 他留学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必要 但是我想其实更多的中国家长会觉得 留学挺好的 是一种锻炼 我想这是在他们现在的这一辈 90后这一辈来讲的话 我想出国这种经历 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这种经历在国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 必须要出国才能够得到 在当今的中国来讲 我想的话 还是有一些教育的制度 社会等等发展 还是有一些不合理的一些地方 都是密罐里炮大的孩子 他们也没有经历 外面这种离开父母亲之后 独立去面对整个世界 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想 有些人会觉得 你看 去国外留学了也就这样子 但我想更多的家长会觉得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学习的环境 我想会更多的家长会这么想 而且在我们这个镜头里面 我们去到留学上所有生活的地方 学习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 镜头里面的澳洲真的很漂亮 你看我们自己拍出来之后的话 自己都赞叹不已 这真的漂亮 就像我们现在生活在墨尔本 拍了墨尔本无数次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墨尔本 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想很多的中国家长就会觉得 挺好的 这样子一个美丽的一个国家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富有人文气息的 这么样的一个城市 非常适合自己的孩子去经历 去见识 包括我想有很多的场景 在国内是看不到的 我们去到墨尔本大学的图书馆 他们的实验室 他们的研究室 我们还去采访了墨尔本大学的校长 他们像我们开放了墨尔本大学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在里头去看到的 墨尔本大学这种一级学府的 一流学府的 他们这个图书 跟我们国内的大学相比较起来 天然之别 所以我想我们所真实地 呈现出来的这么一些东西 更多的是让人感受到积极和正面的一些意义 其实呢 说到了这个8090后呢 因为我自己作为这个70后的这个 这一代人啊 我不知道何岛跟我是不是有这样的同感 我只想分享一下 就是一说到这个8090后呢 总是觉得 这个年轻的孩子 就像我刚才说 是密罐里泡大的 是吧 四个大人看着这一个孩子长大 什么事都是紧着他 这个孩子被泡的 已经是软软塌塌的 除了有性格 而这种性格又是很怪僻的这种性格之外呢 我觉得特别缺少一种责任心 包括这个独立生活的能力也都是很差的 我相信何岛在拍摄这个纪录片的过程当中 接触了很多很多 真正生活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 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想8090这一代呢 是在中国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代 因为80年代中国开始开放了 当我们的父母亲这一辈的时候 其实真的在人生观发生巨大的改变 巨大的充创 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 他们出生了 他们成长了 说句实话 在这样这个阶段 他们的父母亲 其实自己真的有的时候 大多数的父母亲都没有弄明白 人生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是面临着 他们的背景生长在一个剧烈变化的 这么一个时代 你看看在他们成长到30岁的时候 40岁的时候有网络了 对 这个世界改变了 变了 诺大的一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在这种背景之下 这些孩子成长了 其实在这些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中国的家长给了他们很多的东西 但是也欠了很多的东西 你刚才所说的 独立生活的能力 自己去面对世界的能力 去和他人友好相处的 去体谅家人的 有礼貌的 有素养的 等等等等 这些方面 其实是我们欠他们的 千万别以为是8090辜负了这个社会 而是我们对这一代来说 整个社会 我觉得整个中国社会 其实都是欠他们的 你这种观点是 你在拍这部纪录片之前就固有的呢 还是说通过对他们的了解 通过这部片子之后所形成的 在拍这些中国留学生的故事之后 形成的 因为我觉得给了他们很多的物质 虽然可能我这个观点 可能很多人会骂我 凭什么这么说 我们都给了他们那么多的东西 我们把家里所有的钱 所有的爱心都给了他们 但是我想请 所有的中国家人们 记住这样的一个话题 其实让一个人强大 我们是要给他强大的内心 强大的内心体现在哪些方面 你有给他吗 当然我们不能怪之于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父母也是很无辜的一代 因为整个中国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过程当中 连中国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发展的方向 和怎么样去行走自己的道路 我想整个中国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无权去责怪任何人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其实整个社会欠这一代人 欠很多的东西 这是你在这个片子拍摄的过程当中 所感悟到的 没错 这也是身处这个环境之外的人所感悟不到的 但是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可以体会到的 我们70年代的人 60年代的人 包括50年代的人 对80 90永远是责怪 对 或者说现在是偏见大于肯定 但其实的话 我想我所接触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感受更深吧 因为我是跟他们兵手地主 去深入到他们所有生活的场景 学习的场景 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想的话 这一被人呈现出来的东西 其实不是大家所想象的 我很喜欢他们这一辈 我也很钦佩他们这一辈 我想在他们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国外留学的这一班孩子当中 我们从台山上其实也看多了很多的东西 说他们不积极进取吗 No 说他们花天酒地吗 有一点点人 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的 大家经常跟我说 你去拍点这个官二代富二代的生活 现在他们留学生在国外 都是这么生活的吧 No 绝大部分是艰苦奋斗的 可以这么讲 其实家里可能有钱 到了这边来照旧打工 照旧想通过自己的去打工 挣得自己的生活费 甚至学费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我想我对他们是非常肯定的 他们身上纵然有不足 但是记住 他们身上的不足 是社会欠他们的 别怪他们 然后他们现在在这个留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在拼命地补这种东西 我想我所看见的 我所感受的 其实很多的故事都挺感人的 现在已经拍了十多集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挺多的 每一个人 我们有在新浪微博上 有发布每一个人的故事 然后很多人就跟我讲 每一个人都是精彩的题材 当然我们在选择题材的时候 会注重很有代表性 就是说选择的这个人 要么本身是有非常鲜明的人物个性的 要么他就是有非常好的代表性的 我们看重这两点 所以我们所有选择的都是很有故事的 能透露一点吗 我想我们第五集有一个故事叫做 环奥六十天 这个孩子来自我的老家湖南 他的名字也叫湖南 但是那个男子是多了一个木字盘的 姓胡叫湖南 对 胡字没有三点水 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 湖南孩子的这么一个个性特征 在堪贝拉读完四年的大学之后 他一定要回国 其实他要寻求一些机会 想留在这边是可能的 但是他不想待在这边 他一定要回国 回国之前他做一个壮举 他去买一个 花800块钱去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 然后带着自己的女朋友环游澳洲 花了66天的时间环游澳洲 我想这个故事挺 虽然它不是那种说 就好像说十几年前 我们所拍到的留学生的纪录片 都是哭哭嘀嘀的 是是是 苦得要命 对 一堆辛酸的 一堆辛酸是 现在的留学生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多呢 苦中有乐 也不是苦中有乐 甚至他没感觉到自己是苦 他环游澳洲的这个过程 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他说我在我回去之前 我喜欢澳洲 我很热爱澳洲 但是我更爱中国 我在回中国之前 我要用这种方式 作为我最好的一种留念 环绕澳洲大陆整整一圈 除了塔斯玛尼亚没有去 其他地方都去了 也许在这个片子拍完之后呢 塔斯玛尼亚一定要去 完了之后的话呢 两万多公里的这个路程呢 挺有意思的 挺不容易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他传递的信念是什么 只要你想去做 那就去做 别去等 有多少人有这种冲动 我想去旅游 是 就好像以前我们70年代的 有一个歌手叫爱静 我想去桂林 对 有钱的时候没时间 有时间的时候却没钱 那现在的这一辈是什么 你看80年代就不一样了吧 800块钱的车照样去跑 没有问题 环游澳洲一圈下来 我觉得他传递的信息就是 去做吧 这样的一种 而且的话我觉得 现在在中国的年轻 很多的时候 刚一出生 一成长 就被结婚 生孩子 房子 就所谓的三座大山就压住了 勇士不得翻身 大家不是经常说吗 年轻的时候应该去旅行 应该去交朋友 应该去见识更多 更丰富的世界 不要被俗世所累 如果年轻的时候 都不敢去做梦的话 到年纪大一点之后 你还有创造力吗 你还有做梦的可能性吗 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的年轻一辈 不被这些事情所累的时候 一心想去做自己的 想做的事情 旅行 等到这种 我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我觉得这样的人 才会真正的有创造性 这样的人才会有创造力 不是所有人都说吗 中国流行人到了国外 数学能力永远是世界第一 但是创造能力永远是倒数第一 我想这个其实和我们中国的国情有关系 所以能勇于突破这个词库 勇于去走出这一步的人 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你难得说这样的故事 它是另外一种感人 是 没错 他可能去比起去 当然他也打过工 他也自己打工 他也买了一万块钱的车 走之前把车卖掉 自己很多钱 完了之后带着钱去 开着车子去旅游 这一种感动 我觉得是给我的感受是挺深的 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 一定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观点 我们的生活才会那么丰富多产 真是 干嘛那么老早就被房子做房奴 对不对 对 没必要 是 我们在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介绍过 河岛是身兼素质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媒体 是一定是要有一个团队相互配合的 刚才是开个玩笑 说从头到尾都是河岛一个人来完成的 其实我知道在你的背后 也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 一起在支撑着帮助着你 是不是 没错 简单介绍一下 所以我开始跟你说的是 在最早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人数很少的时候 我们拍到一两集 两三集的时候 人数挺少 所以就自己什么都干 整个团队也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的话 我们就有一定的影响之后 我们开始对外招聘 就有很多的人慢慢地加入进来 慢慢地加入进来 因为说句实话的话 你可能属于 我们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么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会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会有很多的压力 但是也有个好处 只要你把这事做成 你取得成功也会很大 而且你会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 所以我们慢慢已经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 所以很多的人过来就投奔 都是年轻人 都是年轻人 所以是我们这个应该说 我们这个20级的纪录片里头 应该说就是留学生拍摄留学生的故事 他们更熟知更了解 而被这帮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 对电视的热爱 然后而且包括他们对于艺术 或者对于片子这些角度的这个把握 我倒觉得应该放手让他们去做 其实他们很敏锐的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 自以为是老资格 你看我都做了将近十年的电视 你都听我的 No 现在的世界已经变了 年轻人时代了 你不一定完全按照你的来做 当然有一些很技术性的东西 你可以来指导和告诉他们怎么做 但其实他们要怎么去表现一个人 我想让他们去做 他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些事情做好 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以前老是担心 怕会做不好会怎么样 因为我的要求是 我说我们的纪录片一定要向中国最好的纪录片看齐 千万别像 这边有一些其他人做的电视节目 就是很一般的 千万别这样子 但是我相信的话 开始有一些不放心 但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我觉得他们都挺能干的 挺有思想 虽然可能经验方面缺少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在做的过程当中 他们一定会成长 一定会成熟 一定能够挑起更大的重担 是 何党你的经验 也可以让这部片子更完美 同时他们这种年轻的朝气也在不停的是感染着你 我觉得身在这个气氛当中 我说我今天怎么做采访 他看见何岛是越来越年轻 谢谢 是不是也有这种心态的这种 非常非常有朝气 非常有活力的这种感受 你没看到今天我穿在花格子衬衣吗 是 发现了平时何岛都是不修蝙蝠的样子 今天虽然也不修蝙蝠 但是比较有味道 不太一样 因为这是他们所要求的 他们说你不能够一副板着脸 你不能够像一个很老年轻的人的样子 所以跟他们在一起感觉挺好的挺年轻的 那我们这20集的这个纪录片拍完之后 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我想的话呢 在我们20集拍完之后我们有两个计划 第一个计划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应该说刘学梦这样的一部纪录片 吸引住了澳洲所有华人留学生 以及年轻受众 包括很多的一批就像您这样子 来到这里时间比较久一点的 这些观众的这个注意 是 我想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 可能会更加让大家瞩目的一个东西推出来 我们会做一个大型的关于娱乐方面的 娱乐脱口秀 我们的名字就叫做8090在澳洲 去掉了刘学梦三个字 但是我们这个展现的类型更加的丰富多彩 这是一个室内演播厅的 每次有100 200观众参加的 有点像这个湖南卫视的天天下上 就是每一集都会有个性鲜明的 具有很有意思的这些经历和故事的 这么一些年轻人 不管是中国的 有可能是ABZ 可能是老外 甚至可能是会中文的老外 都跑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展示他们的故事 这个可能会更加的让大家觉得受关注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接下来的一个计划 我们还有个计划是 我们也要拍一部20级的移民梦 移民梦 那这个的时候就侧重的不是留学生了 有留学生带视了更多的可能是那些 特别想来澳洲安家落户的这些移民朋友 我们是想移民梦 着重要表达的是各种手段 移民澳洲的这些朋友的故事 有163的 对 做投资的 甚至有可能结婚的 我们认识一个朋友 两次结婚到澳洲来移民 一次失败一次成功 失败 本人不会以为失败 结果他失败了 结果不会觉得已经可能没有机会了 他又遇到一个老外 成功了 这样子的结婚移民 还有独立技术移民 还有雇主担保移民 各种机缘巧合 各种移民故事 我们想着重地表现一下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 到我们办公室附近一个快餐店吃饭 老板就做投资移民的 了解我们在拍这个留学梦的故事之后 他说你干嘛不拍《移民梦》 第一期拍我 他说我在国内是当老板 跑到这里掌厨 挺开心的一个老板 所以当时就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 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经历的起伏和跌宕更大 他们的背后有更多的故事 我把我这个想法 跟我周边的一些朋友一沟通 他们都说这个事情可能比刘雪茂 可能更具价值 更具焦点效应 是 我也相信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的 两个计划当中的一个 非常的有看点 而且是相当让人期待的 那么时间到这儿 我们的奥心聊聊吧 他也要跟观众朋友说再见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不论是河岛的这个留学梦 还是移民梦 我们在这里都预祝河岛 美梦成真 谢谢 我想所有来到澳洲的朋友 其实都有一个大的梦想 以前我们说 所有澳洲人的梦想 是拥有一块大的土地 盖一栋大大的房子 有个大大的车库 这是所有澳洲人的澳洲梦 我想所有来到澳洲的华人 我们其实也有一个澳洲梦 澳洲梦可能是丰富多彩 五彩冰封的 各种各样的途径 和各种各样的形式 在这里我也想通过 这个澳洲新电视的这个镜头 也想对这个所有的这些 来到澳洲的这些朋友们讲 只要你坚持 梦想一定会实现 好的观众朋友 那么借河岛的这句吉言 怀出爱之思源梦想 并且努力坚持去做 一定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在节目之后呢 更多的去关注 即将推出的 留学梦8090在澳洲 这部20集的这个纪录片啊 同时呢 也别忘记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哦 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要问问大家 你的梦想实现了吗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聊聊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